一直没有剪除出来 结果各种地方都拆了 发动机盖也新起来 控制台也拆了 针压室下面也拆了 副驾驶下面都拆了 就拆开各种警测吧 商量商量 能不能让他给退了 这个说实话 我觉得是真应该退了 任先生你好 开的什么车什么问题 第二点汉 DM荣耀版的 20号订的车 然后是22号提的车 第二点下午的时候 开车出现了故障显示吗 什么样的故障显示啊 发动机异常 转向异常 电子助力异常 那不是所有灯都亮起来了 对都亮起来了 那亮完之后它灭吗 没灭 没有灭 但是你能开 对对对 明白 去到店里 店里怎么说 他就让我到前面先休息一下 他跟我检查一下 各了一会儿 说是修好了 我就开回去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八点钟 我又打开车门 这些包装灯又显示了 但是没话起动了 这门店修了个啥 修了个寂寞呀 好那就这回点 拖车拖到店里去了 对又拖车拖到店里了 好了 有意思了 那这一把 又是判断出来 是什么毛病啊 没有紧出来 结果各种地方都拆了 镇压室下面也拆了 副驾驶下面也拆了 就拆开各种检测吧 他们事后说 问到那个维修师傅 说这个车 后续还能不能保证 说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咱们修理师傅就说 还没话保证 然后他有心的车就不让我动 这个车子相当于是 咱们7月22号提回来 到现在全部都在修了 对对 到现在还没提车 商量商量 能不能让他给退了呀 这个说实话 我觉得是真应该退了 从购车至日起 7日之内 这台车子启动都无法启动 为什么不能给退了 对现在一直在拖 一直没有结果 这个应该是可以 我总觉得 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如果你最后鉴定出来 或更换的相关配件 你拿到手 发现符合汽车三毛规定当中的 核心零配件的 购车至日起 7天之内的是可以全额退车 对对 但是你现在知道吗 你在不在这个 核心配件更换的 内幕当中 不知道 这东西他被不说 你拿了也坏了 那他最后要告诉你的 因为你更换配件 他有一张单子 这个单子需要你签字 他现在就是 到那里也没有供修单 也没有给配件 车是哪里坏了 凶啥都不告诉 那你这个车子是个人户吧 个人户 好嘞 厂家上线 比亚迪你好 你好主持人 那我现在收到的 车主发过来的这个照片 请检查电子驻车系统 是个红色的故障灯 发动机是黄色的故障灯 动力系统是个红色的感叹号 总里程下面写着 39公里 一台39公里 就需要检查 动力系统的车子 一般情况下 我们确实要给大家 做一个小小的科普 如果车辆在启动的瞬间 所有故障灯 或多个故障灯 同时亮起 首先不是怀疑硬件 基本上首先会怀疑 它的软件 或是传感器出现了问题 但是目前的状态是 你们这个怀疑也没坐实 说要等待配件 配件是什么 机械性质的 看来还是有东西坏了 那你告诉我哪里坏了 我拿着这个哪里坏了的东西 到三包里对一下 该退退该换换 明白了吗 这边会有时记录清楚 车主上线 你好任先生 小北你好 怎么样后来 在这里先表示感谢 感谢小北主播 帮我处理这些问题 今天早上十点钟 在四点给我打电话了 同意我换车 或者是退款了 都已经同意了 就看后面具体怎么操作是吧 对对 那这样这件事情 我帮你先放在那儿 钱你拿到了跟我讲一下 或者你们换车 最后达成一致了 你跟我讲一下 我就帮你消耗了 好的好的 感谢感谢 非常感谢 4STM已经承诺会在七天内 给人先生退款 拜拜 抖音 感谢感谢